我們繼續開會 我們由陳信一眼執勤45分鐘 謝謝主席 市長還有局處首長 大家早安 還有親民朋友 大家平安 掌聲我有收到一個贏品 因為這個影片聽說在網路上在瘋傳 這是一個旅居在加拿大的 一位教育工作者一個朋友 是教育博士 那他傳給我的 所以我請大家來看一下 近視一千度 林次長對不對 林先生 林次長 不知道 因為這個 這個國教本下去真的 以後要叫林公次長是不是 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是您剛才有說到 這個東西102年前現在沒有在上 很抱歉 你在羞腾腾耶 105年 目前正在上 在國中二年級正在上 我這個課本借了還要還人家 這個呢 這個呢 也是105年 熱騰騰的正在上 除了性別光譜之外 它還有什麼 同志網站耶 叫人喔 同志網站已經秀在上面了耶 那法案都沒過了 所以我為什麼要反對972條 因為法案都沒過都已經把同志網站秀在這個上面了耶 這點進去是什麼 約會打泡一大堆耶 這種事情不可以是一四層主顧 你知道嗎 這真的唱一首我們就都沒有了 我們家三個小孩 我們會長家五個小孩 現在我生五個很少人 我們現在來這裡派12條老名 不是 我跟你說 我是有陳情書的 我們來這裡我是派 台中市真的 千千萬萬的 千千萬萬的 千千萬萬的陳情書 第一個 我們反對972條條條 第二個 我們反對多元情浴探索的所有內容交叉進去學校 不要再跟我講 這是102年 沒有,這是105年 這總共都是105年 從國中 可以進去 這個小學 小學有什麼 你們無孔不錄耶 我覺得他們太可怕了 數學領域也有 生活課程領域也有 健康、護理、公民通通都有 這些東西真的都不是很適合 啊基本上 教師手冊教育木板的 不要跟我說102年 這老師現在在教的 反對啦 來來來 來先把它關掉 這個其實他的 這個準備的資料看來蠻齊全的 但是呢我身為教育的召集人 教育委員會的召集人 我也要反映家長的心聲 也以家長的立場來思考 也請求我們所有執政的官員來思考這件事情 第二個部分我也就這個家長的一個建議 對於中小學生 心智未成熟的時候 他 對於探討多元性別課程 會不會因此而改變主流價值觀念 這點我只給大家去省思 我們就不用回答了 接著我要問的是 長期我就一直質詢也一直要求跟爭取 高雄市應該要來 當領頭羊的一個角色 整合嘉義以南 包括嘉義台南高雄以及屏東 成立 南部國際機場 因為呢既然高雄已經是新南向的基地 我相信高雄市足有資格可以成為新南向的門戶 而且高雄藏族以來也就是新南向的門戶 也是南我們的這個國家的門戶 所以呢我們搶下這個新南向門戶呢 我覺得我們是非常的有條件 也很有這個資格 我先來問一下觀光局 小港機場 這個 總運量 最近有創下一個新高點 請問一下 局長或者是交通局局長 我想問觀光局局長好了 你知不知道有多少的旅運人次 在今年10月之前 已經達到了多少的人次 然後比去年的同期有增加了大概多少 你大概一個數字給我就可以了 局長答我 或是研考會可以幫忙回答 謝謝主席 謝謝陳議員 目前我手上的資料大概是395萬3811人 好請坐下 局長我再幫你做一個更新好了 其實我們的成績還蠻亮眼的 比你說的還多 在10月之前呢 已經達到了544萬人次 比同期的500 去年的同期的502萬 其實多出了44.6萬 這邊數字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所以呢這個 可以說 在2016年其實是創下這10年來的一個新高 所以估計有將近643萬人次 到目前為止 但是這個640萬人次裡面呢 有多少的國際線的旅客 可能跟這個 局長你剛剛念的數字 你剛剛念的可能就是這個國際旅線的數字 好 那 這個10月呢就有434萬人次 所以預估我們今年應該可以達到 513萬的人次 但是呢整個國際線的行下最大的容許 的人次是609萬 大家先記一下609萬這個數字 這是國際 航下能夠容納的一個數字 接著 不曉得交通局或者是觀光局我們有沒有聽過 因為市府應該問一下 民航局有一個2035年的一個高雄國際機場的一個整體規劃 知道這件事的請舉手 我想應該只有 第一排或者是交通局或是觀光局知道 農業局你知道嗎 不知道 這是高雄的那個大事情 因為呢民航局 準備了將近一兩百億的預算 對於高雄國際機場 有一個新的一個整體規劃 但我覺得我看過他的計劃的這個 大概感覺上他其實只是在做原地的整修 怎麼說我們帶來看一看 我們剛剛講過小港機場啟用到現在我們來看一下一個數字 從開始啟用2009年的數字我們從2009的數字到現在 最高的年運旅客的這個人次 是在1997年的一千兩百多萬 對這是最高的一個人次 今年呢是609萬 只有在這個 最高的這個人次的將近 差不多一半 一半左右 可見得 我們覺得 包括 目前 民航局將規劃的丟下來的這個一兩百 聽說是五月份就已經開標 並且已經得標 台灣世系工程已經得標了 他們規劃兩個案 第一個是直接擴建國際機場 讓我們的國際行下的年服務達到750萬人次 我們剛剛講過 我們 我們現在的國際的這個行下已經有60509萬人次的一個 標準了 那他擴建之後呢只是要讓 國際的航線服務可以達到750萬次 然後呢 我們也把 第二個案子 整併國際國內行下 讓他可以達到1029萬人次 但是 還沒有整修之前 剛剛我們看到了 在1997年的時候 我們的小港機場就已經有達到1200 15萬人次了 可見的民航局的這個想法 還有他們的整建 我把它定位稱他是在原地整修 對我們高雄未來的這個提升 或者是整個南部過機機場的提升 甚至醞釀的提升 有沒有幫助 應該是沒有啦 因為 兩邊加起來 他要達到 他拯救完之後 他兩邊要達到1029萬人次來使用嘛 但是我們 現在早就足夠了啊 沒辦法擴建嘛 沒辦法原地重建啊 所以我們覺得這筆錢真的是浪費了 民航局的方向也搞錯了 我們不是這個量體的問題 是因為高雄國際機場有一些條件上的限制是沒有辦法改變的 我把這個表格整理出來 我們看現在有12個登機門16個空橋 四座 這個旅客的報導台 但是因為我們只有在特定的時段才會 才會 造成人很大的一個擁擠 所以在那個短時間反而是櫃台是不足的 來 但是這個是民航局他的一個期待跟規劃 但是我們高雄市目前 不能解決的問題就是宵禁噪音的管制 再來也就是我們的機場的腹地是有限的 到目前為止我們高雄市的小港國際機場 其實有一半是蚊子館 就是國內縣是蚊子館 這是腹地不能解決的問題 再來跑道長度不足 這個也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問題 也沒有辦法解決 所以你把那個航廈整修以後 能夠解決什麼 其實是不行的 再來還有受到這個側封的困擾 也就是因為我們那個跑道的方向 就是一定這也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所以我們建議 我們也期待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數字我們看過就好了 這個剛剛就已經講過的 就是童澳縣 我長期在建議就是說 我們如果把 我們的這個現在的小港機場 將他搬走 甚至 我們可以尋找其他的地點發展 新建屬於我們 南部的 國際機場的話 我覺得這件事情對高雄來講算是穩賺不賠 怎麼說勒 因為現在小港國際機場 244公頃的土地 後來這堆土地 可以拿出來穩用 可以出來探錢 也可以拿出來當現金 怎麼說 244公頃 差不多是10.5個邵康雲區那麼大 4.3個 205兵工廠這麼大 這個未來這個台積電要來這邊投資5000億 他所需要的面積也才到80公頃 最多只需要到80公頃 但是我們小港國際機場有 244公頃 可以來使用 所以我在這邊跟市長來做一個建議 是不是我們將我們的這個小港國際機場牽走 我們找到一個適合的地點來新建屬於我們自己的南部國際機場 第一個 不僅是成為我們的新南向門戶 第二個我認為這也是給 小港 草芽 也就是前鎮跟小港地區的這些居民 還給他們一個居住的 公平正義 以及讓小港跟前鎮 有重新發展的一個契機 我們可以怎麼樣可以成立相關的基金 將這一兩百億先提撥在這個基金當中 動作我們要去新的國際機場的基金 未來 處理這塊244公頃的土地的時候 我們可以在這裡土地的利益在轉換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這些不夠的錢 更賺回來 更賺回來 所以這一兩百億 剛好就可以成為 我們高雄市 可以來整合 嘉義以南 包括高雄 屏東 還有台南 這幾塊 這幾個縣市 成為我們南部國際機場 的這個基金 這兩百億 其實是可以這樣行 所以我這個部份要請市長 再可以可以做個回答 謝謝 來市長 謝謝副議長 謝謝陳議員 小港機場 我是認為 可以分短期 跟長期來做思考 短期之內 因為小港機場要簽長 大概不是說短暫 我們馬上就可以簽長 所以短期之內 我們認為小港機場 的四周環境 降低的機場稅 還有就讓整個國內的航線 充分的發揮功能 我認為這個是短期之內 應該要來處理 那長期來講 確實需要有一個 南部的國際機場 我想南部的國際機場 地點在哪裡 那這個部份 它必須將近要有10年以上的建設 這個部份 整個未來台灣的機場 就是北部南部 因為我們的距離都很近 所以這個部份 我們一直在跟中央來討論中 我們會覺得說 未來整個南部機場這個部份 希望中央有一個明確的方向 是不是我們 現在在岡山的空津基地 或者是在米頭 過去有這樣的一個討論 但是確實長期來講 那我覺得剛剛 陳穎的意見 我相信在未來 再跟中央討論的部分 我們都會把這樣的一個具體上 做一些建議 謝謝 謝謝市長 因為這段有這條紙 那也許民航局 不能比我們高雄市政府 更了解 這個小港機場 現在的一些受限 所以呢 這條紙能夠讓我們高雄市來整個月 我相信這是一個很大 我們的一個 第二個部分 我們來談空氣污染 我來講這三大的主要來源 一個就是固定員 一個是移動員 一個就是液散的部分 這三個 那同時他們也會受到因為氣候 或者是這個鄰國 這個季風的一個相關的 境外移入的一個影響 但是呢 我覺得 從在這次研究當中 我覺得 好像有一個陰謀即將要揭露 我覺得這是馬政府的一個 陰謀 因為呢 全台灣 也只有高屏地區 是全台唯一實施空 空氣品質 總量管制的一個區域 局長 那個環保局局長 是不是這樣 全台灣 好像跟我們高屏地區 這樣而已對不對 謝謝副議長 謝謝陳議員 目前是 高雄跟屏東 因為是高屏空屏區 好 謝謝請坐下 並且這個實施呢 是從2015年 是去年的6月底 就開始實施了 這個叫做 固定員的這個總量管制 我們處理的部分的總量管制 也只有在固定員 大家再回想一下 我剛剛講到空氣污染的來源 有三個 第一個固定員 第二個移動員 第三個是 這個液散的 液散員 但是 中央獨 獨獨 限制高雄跟屏東 也就是高屏地區 只有在固定員的這個總量管制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覺得這個是陰謀 但是也是陽謀 很明顯的 我覺得他在綁住我們高雄市的腳 也在綁住我們屏東地區的腳 讓我們的經濟 這樣把我們拆掉 我就一直覺得這真的是 真的是馬英九的陰謀 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數字到底 真的有對我們的 這個改善嗎 其實因為那個 表格的數字很小 我直接把它唸一下好了 這個是 高屏地區的總屋 這個空屋的這個 污染管制計劃是從去年的6月30號公告 實施到現在500多天了 但是固定污染源到底目前對高雄市的空氣品質 有沒有很正面的影響跟改善 來 局長我讓你自己來回答好了 我待會再用數字跟你一起印證 你覺得 真的改善了嗎 好 請說 來 局長 好 謝謝 副議長 謝謝陳議員 空氣品質的改善 一直持續在改善中 不管從過去的PSI 從 一直到去年是1.31% 今年應該是來到 目前還沒有統計完畢 目前大概將近1.8%左右 那如果就PSI 不是 就那個PM2.5 大家很關切的這個部分來講 在 100年左右是46 microgram 那一直到 去年 去年的部分是降到了29 所以 那今年的數據會比29還要來的低 最後要再 再做整個去做統計 來 把剛才 這個是 9月跟11月 這張這兩張直報的 這個照片 是9月跟11月 這個85大樓完全是 幾乎是快消失的 這都是 報紙上的 的照片 我們來看一下你剛剛局長你講的好樂觀喔 我覺得 我覺得真的是陰謀 這真的是陰謀 來看一下 空氣真的變好了嗎 那塊有片子 這個數字可不可以拉大 因為其實你看 輕度重度的 我們看這邊好了 輕度重度的 的部分 從2014 2015 2016 沒有錯所以高頻的部分 其實是比較嚴重的 可是呢 他這個不良日數呢 其實有沒有下降 來看一下 其實不見得是有下降的 而且呢 這個 這邊有颱風 我講的這個 這個2015跟2016 其實都還是有颱風喔 颱風還沒有辦法帶出去一些易善源喔 甚至把其他的也帶進來囉 或者是有其他的什麼什麼 這三種的 這三種的原因全部加在一起 但是你看他其實是沒有明顯的下降喔 所以局長你的 你的數字等一會再對一下 我們再對一下喔 我們 我們今年的颱風其實還不少喔 但是一樣對這個數字是沒有幫助的 來再往下 我來看一下喔 2016年1月到10月 我直接念一次喔 統計數據是比2015年的同期是還要高的 這個是實施之後 這500天之後實施是還要高的 但是這兩年的5 6個颱風 這兩年其實去年是稍微多了一點點 監測不良的日速下降的趨勢 也是總量管制影響 還是氣候氣候的變化的影響 那是 紅台把我們打造的 還是因為我們做總量管制 這點真的 我待會要請問你 這到底這原因是什麼 那空氣汙染的不良佔日數呢 雖然大致上是逐漸的好轉 但是在2013年跟2014年的惡化 2015年回轉一點點 那2016年又比2015年差 那不是已經開始做 管制了嗎 那2016年 又比2015年差 我剛才已經把這個數字給你了 所以我問你 我們既然 只針對固定員來做總量管制 就是這些企業工廠啦 因為移動員你也沒辦法做啊 易善員也不可能 去中國跟人攤盤 不可能嘛 那那個 移動性的污染源 也是中央在管制啊 所以地方大概只能夠針對 這個企業工廠跟固定員來開刀嘛 來管制啦 不要說開刀啦 但是你們管制的部分 又只有占13% 跟市長還有研考會 請你們就是也跟報告一下 然後研考會你也注意一下 目前固定員的管制 對於企業工廠 其實這管制的只有13% 也就是 460家 因為他達到了一定的這個 他在 門檻 所以他需要被管制 但管制的也就只有這13%喔 那這樣子是不是會另外有一個 變相啦 這樣說啦 鼓勵大家乾脆不要投資興建大的工廠企業 大家都做設定的 這樣就不用達到一定的這個管制的標準 就不用去申報 這個會不會有這樣子的一個疑慮跟顧慮 再來我們說過了空氣污染源這三大的這個來源 會受到氣候的影響還有鄰國漂入的這個 移入的這個影響 真的就我們只控制那個固定的污染源 就可以把這個空氣的 品質就可以改善嗎 局長 我們只控制這裡而已喔 還有我們控制又是10%而已喔 所以我覺得啦 我們贊同 而且我們也希望 要去做一定的這樣子的一個控制 但是其實 包括最近環團 環團在中央開會的時候他們也提出了一些的質疑 到底這個 那些東西是關金的還是關價 是做金的還是做價 還是在限縮企業的發展 特別又是綁我們高頻地區 所以我覺得這真的是很嚴重的陰謀 又特別只對我們這裡沒問題 我們這裡的空氣品質是比較少的沒問題 但是獨獨也對我們這裡而已 但是目前我們做的這些相關配套 包括目標啦進程啦還有我們的經費的投注 真的 真的真的夠嗎 真的足夠嗎 還有 這個其實帶來影響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企業其實就不敢接大的訂單嘛 因為他怕超過嘛 那他也不敢做大投資嘛 不敢去大工廠啊 所以他更不會去做這個 還有一個部分這也是一個很 我覺得很很詭異的地方 他不會去投資一些房子設備 或是更新設備 因為他的係數不變啦對不對 這個係數是不是嘛 應該要調整一下 啊不然你說 他做大的 他把這個工廠 他把他的工廠的這個設備提升了 他其實會增加產能 甚至會降低污染 可是他的係數是不變的 這樣他表示他其實也要 如果這個係數不變 他以後他就是不要 他不用再更新他的這個設備啊 所以這個係數是不是 應該要適時的做調整 我不知道 這個因為是專業待會兒再請教你們 但是在這一個 14到現在500天之後 我覺得可以回頭來做一個檢討 要不然真的就是這些企業工廠就真的成為 這個把政府時代的陰謀的這個政策的白老鼠 所以今天這個局長來你來回答一下 來機長的答案 來機長的答案 好謝謝 副議長謝謝陳議員 剛剛陳議員有提到過了幾個部分 我想我說明一下 第一個 空氣污染跟颱風的部分的關聯度 每年颱風大概都是6月到9月 那高雄這邊的空氣污染 會有比較差的情形是每年的10月到隔年的3月 所以其實以颱風的這個這個部分跟他的關聯性來講 坦白講不高 不高 必須要看當年的一個像外來的 以及我們本地的在 冬天或者春天的這個管制的一個狀況 那回頭再來看有關於空氣污染的一個 整個一個 濃度的一個變化 這第一點的說明 那第二個部分 空氣污染的管制不是只有 所以局長你講到了 因為台灣是那個海島型的這種 國家 所以你覺得我們到底是應該做 這個 總量的 固定污染源的總量管制 還是做濃度管制 是比較合理 這個你應該可以考慮一下 也可以跟中央來討論一下 跟議員報告 當然一個目標上面 針對濃度 針對濃度 這個是 這是一個目標管理 這當然是很好 但是 其實剛剛我跟議員報告就是說 整個空污的管制裡面 不是只有 總量管制 其他包含針對移動污染源 包含針對 液膳源 其實都有相關的措施 這個但是你能做嗎 中央才能做 當然地方 所以你們做的地方是很少 比如說像 現在看到的 像這一些柴油車的一個 綠煙氣 二行程機車的這些的管制 或者是我們針對 這些工廠 有一些的 加鹽標準 電力的加鹽標準 或者是 揮發性有機物加鹽標準 還有相關的 這一些的 連線 我們的查核 整體下來 才會有 這幾年 整個空氣品質改善的一個這樣的成果 所以不能 看 總量管制 加空位 改善 加那一步而已 其實並不是這樣子 空氣污染的改善是一個整體性 綜合性 綜合性 最好有一個結果 好就這樣做一下 剛剛我們還是有回到那個三個主題去 也就是 這個三個污染源 要同時去控制 不可能只可以做一項而已 但是我們地方目前可以做的 就只有這個固定源 可以處理 可見得他其實是做半套 我講的是說這其實是一個就半套 500天完之後 我們想要問你有沒有新的投資要加入 也就是新的企業要進來 因為你們有那個抵換的這個 抵換的制度那現在多少抵換 清發局知道嗎 你們現在有多少的扣大 可以讓這個要來投資的人可以抵換 因為現在 那個總量管制的整杯在那裡 你如果沒給他有抵換 他要怎麼再進來 可能500天而已看不到或者是沒辦法有什麼抵換 500天而已可能要抵換 可能你抵沒 但是我提醒你這件事情 也是未來如果有投資者要進入 因為我們不是要做這個循環經濟園區嗎 如果我們要做循環經濟園區 我們沒有把這些的抵換的配套做好 抵換的這個交易市場如果不活絡 那未來高雄市要怎麼招商 這個可能環保局跟金發局我們要開始來做一些準備 雖然只是上路500天但是我把這個問題提出來 讓你們可以去思考一下 要不然呢其實 這對於我們高雄市的招商 我就覺得奇怪為什麼我們的經濟發展 卡卡 我在想會不會就是這個 馬英九時代的這種陽謀 所以如果業者連這個抵換量都沒有的話 他可能未來這個循環經濟園區我覺得我們就會有一些的困難 所以金發局你應該也來思考一下對那個總量管制 對於經濟發展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衝擊 那以後要不要做一些相關的一個配套 第三個部分我跟大家再來討論也就是說 我是徒生徒長在這個高雄市前鎮小港 所以其實我還是一樣在 希望我們高雄的這個 年輕人 還有我們高雄能夠有好多壇 以前呢這個這個新代表 雖然我們沒有辦法再去碰到 但是我們希望我們的經濟是持續的發展 但是呢在這幾年來喔 世界市合併之後 高雄的這些年輕人們呢 已經用腳投票了 怎麼說已經超過了一萬多個年輕人 離開了高雄 這個年齡層是落在25歲到49歲 他們其實也是想要再去尋找其他更好的這個工作環境 所以呢當初我沒有請研考會 來做了一個高雄大專畢業生就業的一個狀況的研究調查 找出如何來留住這個年輕人 那再來 高雄的人口和經濟在2016年有可能 我覺得人口的部分有可能會被台中所超越 那我們提出某一些的數據 也希望 可以讓研考會還有經濟發展局以及其他的這些局處 我們大家一起來思考 如果台中的我們高雄更能 因為我們高雄的條件更好 再來我們從這個勞動力新增的這個勞動力的數據 來研究一下 這七年來 來我們看看這個數據這個表格好了 從99年到現在我們新增的比例事實上在六都算是禁牌末座 但是我們講的一個好消息就是 上個會期 我六月上個會期六月質詢的時候我們看到一個數字好像不是那麼的好 但是九月的時候我們真的是增加了 這一點真的是跟 我們的市府團隊的努力給予肯定 已經增加了0.98% 這個部分而且我們也僅次於台中跟桃園 因為桃園現在還有一些相關的重大建設正在執行 所以我覺得 我想要知道一下 這個是一個好的 好的一個 是因為什麼原因 我們可以有這麼好的成績可以出現 但是我是想問問看 這個成績 還真的還不錯 到底是我們有開始嘗試做了什麼樣的一個佈局 或者有一些 季節性啊 或是有最近有一些什麼單一的事件 促使我們的這個成績還蠻還蠻不錯的 有沒有誰可以 研考會你知道嗎 因為我覺得這個成績真的還不錯 有什麼原因嗎 可以提供給局處的這個 團隊 大家可以朝著這個方向 再繼續的發展 可以說明一下 謝謝 來 研考會 謝謝主席 謝謝陳議員 的確 議員觀察到的這個現象 並 是正確的 因為我們前一陣子非常擔心 我們高雄市的人口是負成長 那 議員也知道 這個人口分成 自然成長跟社會成長 那社會成長在過去幾年 其實是 一直在減少 就是 簽出 比如說 103年 簽出3000多人 102年 簽出1000多人 103年 惡化 簽出3000多人 但從104年 它開始 減緩 減少 然後到今年呢 到目前為止 11個月 它 負成長 就是簽出 大概是100多人 我們預計到12月 它會轉正 那我們就在想說 這是一個好的 取向 那到底有沒有原因 我們現在 有沒有 這個背後的原因 我們現在正在 研考會 在找 精華級 勞動級 最近會來 探討這個原因 我認為 那同時呢 我們也去找 薪資 我們這幾年薪資 這三年來薪資也是 緩慢的在成長 所以 我們認為說 這幾年的產業的 轉型跟升級 說不定 它 這個效果開始呈現 我們會持續在 繼續觀察這個起司 主委你也坐下 可見的我們也都還在找這個原因 我其實是還蠻覺得蠻雀躍的 因為上個會期6月 它統計到的是3月的數字 那可見的6月到現在 因為它現在是9月的數字 那如果你到12月你預估 我們還可以把這個 人數轉正的話 我想成績會越來越好 所以 趕快找出這個 好的原因然後繼續的保持下去 我們期待看到這個更好的成績 因為其實我長期以來關注幾個事情 也是剛剛一直談到的 南部國際機場的興建 包括我爭取的這個 邵康森林園區 也希望讓那個生活可以升級 未來我們現在還繼續的推動 大領埔的千春 還有新草陽的這個土地讓售案 其實都在講一件事情 就是土地 土地實在是太合用了 如果我們土地真的是可以拿來好好的利用 又可以將這個教育的資源啊 將產業的轉型啊 而且 我覺得這個城市的軟實力包括師資 包括我們的老師學校的師資 包括人數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還有呢我一直也建議的這個空氣盒子啊 這些其實都是在整個 產業的一個環節裡面是很重要的 那我自己其實就是這個地方土生土長 當初我要選舉的時候有人說我空將 我昨天才去參加我愛群國小母校 的這個畢業的這個60年的這個60歲的生日 所以我是從小就在這個地方長大的 我當然希望這邊的經濟 是可以繼續的復甦啊 再來我要提醒的是說 因為台積電 即將要來高雄投資 他並不是來這邊 要來我們這裡探集的 未來的產資 到2000 2000億啊 他可以造就有一萬多名員工的這個就業機會 我們有一個企圖心也希望 他可以把他們這個新科技的一個組織發展的 智慧 可以帶給高雄市的 這個傳統產業 的轉型和提升 所以我今天要跟這個 金發局局長 我們是不是可以來 我們很謙卑的來 將台積電的智慧 留在高雄 他不僅僅只是來我們這邊 投資啊 探集啊 還是說只能帶來這個就業機會 有沒有可能我們把他商業模式那個成功的創新的 這些智慧 也把他留下來 但是我們怎麼樣去跟他合作 我們怎麼去跟他合作 因為我覺得 他來喔 不是 真的沒辦法 這樣很沒力氣 所以有沒有辦法 或者是說金發局你現在有沒有什麼樣的預備 有沒有什麼樣的預備 要跟台積電去做這樣子的一個合作 透過他這樣子的一個 新的這個科技的一個產業 他的智慧的引進 我們能不能 藉由他 來 來帶動我們 帶地的這些的產業的升級提升 來那個局長你說明一下 來局長說明 好謝謝主席謝謝陳議員 您有提到就是 半導體產業當然是台灣一個非常重要 而且成功的產業 那其實台灣過去30年來大概累積的人才都在我們的電子產業裡面 ICT產業 您剛才提到的方向是對的 就是說我們怎麼樣 因為我們傳統產業轉型非常重要 就是要引進 新的技術跟管理方式 那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就是我們現在講智慧生產 其實智慧生產的第一步 就是要 做到數位化 數位化生產 那事實上 市府 並不是等著台積電來才要做這件事情 我們事實上在今年5月份已經 已經跟公園院簽約了 跟 我們南部的基所大學 有 所謂的跨領域的創新中心 這樣子的一個設置 那其實它的跨領域的重點 就是我們希望ICT產業 的一些管理模式 還有技術方式 能夠運用在我們 既有的傳統產業上面 甚至農業上面 那這一件事情其實我們已經在推動了 那至於您提到台積電的部分 當然台積電如果確定 落腳入科以後 那它後續相關的發展 我們也希望說 它跟我們這邊的產業聚落有更多的互動 好 局長請坐下 沒有錯 五月份就已經跟公園院有做這樣的一個 合作 但畢竟我們希望借重台積電 它現有的這個企業的一個 世界級的企業條件 還有它的成功經驗 直接來複製 比較快 而且畢竟我想 他們的這個企業的經營模式 商業的這些的模式 其實我想會是我們 在地的企業 會很想要追隨的 所以如果 透過你們五月份公公園員合作 再加上如果台積電來的時候 局長你可不可以提個計劃 就是呢 怎麼去跟他們討論 我們怎麼跟他合作 好不好 思考一下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們也可以很謙卑的去 向他們請教 我想這個 好不容易來 我們一定要多挖一些寶 不是讓他們來這邊賺錢而已 再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池磚宇 其實這個 都有很多的新聞事件都有呈現 還有砸死人的 這個在台北是有 有砸死人的 那我知道我們在去年 去年 今年就已經通過了一個自治條例 我來問一下我們的公務局的局長 這個自治條例通過以後到現在你們執行的狀況 是怎麼樣 市長大夫 謝謝主席 謝謝陳議員 我們經過這個加強建築物 公共安全管理自治條例 裡面就有那個外牆 外牆的公安申報 我們和內政部這邊來聯繫 內政部營建築 因為我們要訂一個 就是全國性的大樓 就是針對我們外牆脫落 申報的辦法 我們是給我們兩個重複 但是我們總是不能 我們來進步 他把外牆 納入公安申報 我們會先走 但是我們好像有要求 各東大樓要做保險對不對 對 但是現在保險的這個執行的狀況 怎麼樣 因為你看超過屋齡 我調出一個資料 高雄市來看一下 高雄市超過30年以上 的這個住宅有超過46.01% 在整個台灣來講比例也算是挺高的喔 好這個比例來講 然後這個洞數有47萬 洞以上 所以其實這個比例很高 然後 這有辦法他們有辦法 做保險嗎 有些老舊的房屋 因為新建的你可以要求他吧 老舊的怎麼辦 那個不管是新建不管是舊有的部分 我們都會要求他 那現在執行的情況怎麼樣 第一個保全的部分 他沒有保險的部分 你們有給他罰責 還是說他出貨了 明年有偏多少的罰款收入 或者是我們有補助 或是我們有鼓勵性 或怎麼樣來您說明一下 這個已經在加強實施了 至於說一定投保 在大樓管理委員會 有幾棟已經投了 投保的 這個數據我再查一下啦 我再送給議員 其實局長你坐下 我覺得這個我要complain一下 監管處 到目前為止 他一直沒辦法把這個數字統整出來 他們一直努力在統整 其實時間給他們很多 所以你客不了 因為可能是5月份 等於是上個會會期結束到現在 我相信這還是一個政策宣導期間 但是我要提醒你們 既然我們自己訂了這個自治條例 然後我們的利益也很好 而且確實是有這樣子 其實以前高雄包括四維大樓 也曾經 成為市主啦 所以 這種情形 我們不要立了這個法 但是沒有去執行 甚至未來是不是要編罰款收入 因為你們在 其實建築法 77條 第一項其實就有相關的法則 並且台北市 其實他們沒有定他們的自治條例 不過他們就用建築法 77條 他們就開始 在緩 可是台北市有一個很好的部分 他們有做補助 所以我們高雄市有沒有可能 獎勵鼓勵 出奇的政策實施的時候 我們來鼓勵一下 我們只能小額啦 沒有多少錢 台北市是比較多錢喔 但是台北市其實也沒有補助這麼多 那我們高雄市也可以來參考看看 有沒有可能 因為這個其實 這是公共安全嘛 如果說到 大家是稍後的嘛 但是未來大樓 這個其實不管誰做這個大樓的主委啦 以後都要面臨到的啦 那我們每一個 這個集合式住宅的 這個民眾 你也要這樣的心理準備 我們必須要一起負擔這樣子的一個公共責任 所以政府一定要 真的 擔負起監督的責任啦 所以我建議啦 這些外牆 而且我們好像有 高雄家的錢嘛 這個錢可不可以拿來做這樣的補助啊 突發局 這可不可以跟公務局合作 還是公務局來回答 來 公務局長 那個 那跟陳議員報告 其實我們那個是綠建築跟高雄出的綠基金啊 那跟我們大樓這個 公共安全的部分 可能我們在那個條文裡面要再研議一下 對不然高雄也沒有什麼多餘的錢 可以來做補助 局長你請坐下 所以我是建議啦 在這些外牆 其實 要求他們保險啊 或者是事後其實都還是來 有點都是事後的問題了 如果可以要求或是補助 用台北市來做例子 讓外牆可以重新來翻修 我想大概5年10年一次是應該的啦 那對於這個修繕呢 可以邊列少部分的一個預算來鼓勵他們來修繕 並且用這個小額的措施啊 我們可以 參考一下用我們的這個高雄挫的經費 讓這個民眾的這個安全可以更提高 以上是我的質詢謝謝 好 質詞完畢 休息10分鐘 休息10分鐘